吃猪头了啊 上次做的那个牛头 压牛头是我 回味无穷 今天整的两个猪头 牛头开支太大 吃猪头 两个猪头还发了两百万 还有粉丝朋友知道怎么做的 今天就来教一下 清洗一下 天冷了 做些这个压猪头肉 这家又方便 你客来了 切一盘子凉拌一下 香的美 耳朵卸下来 耳朵 看一眉一坨 看一眉 思想翻译知道吧 心里翻译 那不是耳朵啊 那个猫猫 那不是耳朵 对不对 这不是耳朵 思想问题 先锅 猪头下锅焯水 哇 生姜料子去腥 盖上锅干 嗯 趁这个时间呢 把这个呼吸刮一下 太多了 猪头焯 焯好的水的猪头 再给它清洗一遍啊 把这个牙缝这个煎掉 撕掉啊 嗯 继续下锅 继续下锅 酱汁啊 炒点酱料包 祖传秘方 生姜 大蒜 辣椒 八甲 枸杞 花椒 自银粉 料包下锅 烙车 白醋 来上一包盐 再来点白糖 盖上锅盖 火鸡 火鸡们 猪头已经弄了三个小时 应该差不多了 我靠 看起来好烂 锅 这么烂啊 你锅了 哇 直接掉下来 把它剥下来 看这个骨头一拉就出来了 这个眼睛 全部掉出来 哇 那个猪头没啥肉啊 就这么一点点 骨头倒一点 把骨头挑干净啊 不然等一下把牙磕掉了 把它弄碎 把它拌均匀 色肉肥肉 搅均匀 肉装盘 耳朵放中间 四个猪耳 你看 这个肉真的跟汁冬瓜一样 直接缩的 老规矩 我们还是用这个盘子压啊 把里面的油脂给压出来 这个盆太小了 我挤压出来 还是换一个盆 拿盆放上去 继续压 再放上一个案板 放上一块大石头 这个油脂就压出来了啊 让它慢慢低调 大家好 这猪头已经压了一个晚上了 应该可以啊 哎呀 哎呀 开开 把四周切一下 就可以弄出来了 哎 弄了半天才出来 切一遍 尝尝些 你看 哦 你看这个肉质 看 这耳朵看起来特别好看 看这肉质 有筋骨 有肥肉 有瘦肉 装盘 调点蘸料 生姜大蒜 来点辣椒面 芝麻 生抽加上 老橙醋 再来几颗数不清的盐 再泼上热油 火锅 不 火烤 简简单单的 压猪头肉就做好哈 来 尝一块 嗯 好吃 肥而不腻 鸭猪得路 大家想做的 可以看着这个方法去做 好了 今天就到这